我們剛剛那個這個是投票題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這種方式的就比較傳統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比較不一樣的 你來看一下這個叫做浮壓程 來 第三題 沒有浮壓的 沒有規定 就好像老師有考過連連看 小朋友可以用連連看一樣 你也可以用浮壓的 就是彎道一個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跟老師介紹一下 魏惠陽都有聽過對不對 魏病嘛 那魏惠陽通常都跟有一個東西有關係 叫幽門感訓對不對 那魏有兩個開口 一個洞進來 一個洞就出去 那哪一個才是幽門 來 我們看一下 我把他縮小一點 來 老師你看看這邊 我們在這裡 那你是這個洞 還是這個洞 那你可以 你看一下喔 我用另外一個 因為這裏紋還打過的 我用另外一個 因為這裏紋還打過的 我用另外一個 好 您來看一下喔 您看這邊喔 他有沒有用到一個畫筆給您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紙牌畫的 這裡有一個筆 你可以用這支筆去拔 你覺得應該是哪一個地方是幽門的 你可以把它框起來 好不好 這樣這樣把它框起來 欸 幽門喔 幽門感訓 它是到底哪一個是幽門 如果 如果 作答完畢了 要怎麼辦 你們看他右上角這裡有個提膠 這裡 這裡有個提膠 對 在這裡有個提膠 那如果你不小心畫錯了 上面這邊有橡皮擦 或者你要直接清除掉都可以 好 之後你不小心畫錯 你把它清掉 這樣OK嗎 可以喔 所以你看 用不圈的應該很重要 比如說像老師在做實驗有沒有 有時候那個順序是很重要的喔 比如說你圈 1 2 3 那個順序點不對 可能實驗的結果就會抽不到耶 所以 這個就可以考其他的類型 那我來看一下大家現在回答的情形喔 所以你可以看進度 所以你可以看進度 就可以看到 很多老師都答題了 都答出來了喔 但是現在這個答題 只是代表你有送出答案 不代表是對的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老師這邊都可以看到了 不一樣的 喔 哇 老師怎麼圖得那麼高興 這位老師 對 因為都不記憶 因為都不記憶 欸 都不記憶 所以大家也不用看那是什麼 來看一下 好 欸 但是我發現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錯的 好可怕喔 你知道哪些人是錯的嗎 上面 眼睛放在上面是錯的 對 哈哈 眼睛下去來 你看一下 圈在上面 進來的叫分門啊 分門啊 所以 那個廣告老師都沒有看過 有一個女生 看到一個很帥的帥哥幫他搬東西 有沒有 搬家 啊 你又胃刺痠了 哈哈 你又胃刺痠了 有沒有 還是說什麼 有一個 叫做胃囚心嗎 因為胃刺痠逆流 是胃痠往上走 然後 遲到是就要在心臟後 會經過心臟對不對 他就會火燒心嘛 那你了解嗎 對啊 所以說了就好了 胃囚心嗎 那 你看 胃磚內流 是根本沒有關好啊 所以 胃磚才會跑上去啊 因為我們感覺是給他 接近十二指腸那邊 你了解齁 所以 但是我們很重要的 我們除了看他的答案 畫得這麼正確 你還可以看他當初是怎麼畫的 對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可以按喔 有沒有 可以按一下 這樣這位老師完全沒有任何質疑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糟糕了 回去那個健康教育 給郭忠祐再拿出來看一下 你看看 因為有的人畫在說有點吃飲 好啦好啦 沒有關係 那個點子重要嗎 好 重要的是 我們 觀眾可以像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容易知道 跟傳統的 我們上用方式就比較不一樣了 然後這個用的工具比較多啊 當然你在一般的現場 你也可以請同學直接上畫 也沒什麼不好 對不對 就是多一種 策略的方法 就是多一些互動的方法 齁 好 OK 那這個為了 再來要介紹一種的 是老師最喜歡的喔 難道我前面那張總老師都不喜歡 老師 這位老師 你這樣不好的意思 人家都知道 人家都知道 單位是你的啦 哈哈哈 這樣可以啦齁 好好好 都可以 好 這一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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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